为了爱心支持麻烦小天使 南投国中技艺专班全班同学花费两天的时间 自制完成手工饼干及面包吐司 并在台影门口广场进行异麦 他们跟整个同德去学习一些技艺 那也把他们所学的一个部分 希望能够回馈整个社会 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发挥人积极 及人力几利的一个精神 南投国中技艺专班陈威祥同学表示 他对烘焙很有兴趣 发觉也可以做爱心 因此他认真做了许多的面包 要义卖支持麻烦小天使 原本就有开那个餐旅 然后我鼓掌也是走这种行列 然后就原本家里也需要我下厨这样子 然后家里觉得很好吃 所以我就来这里学习 就意外发现我也对烘焙这一类的 还蛮有兴趣的 也可以做爱心 然后这一次就是捐给那个麻烦小天使 然后也欢迎大家过来采购 记忆班的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做了数十种的糕点 也展现出这群即将毕业的同学成果站 县议员赖言学表达肯定 这是所学记忆与爱心的结合 今天是我们南投国中跟我们通德加商合作的 这个义卖的产品 在今天的我们的复兴路做一个义卖 我想南投国中也有培植我们的记忆班 今天将所做的一个饼干跟产品来做一个义卖 将这个义卖的这个金额 全部回馈给我们麻烦小天使 协助我们麻烦小天使 在帮助不管个案也好 会晤的运作都能够更顺畅 协助我们更多的弱势的一个孩童跟家庭 我想这个是值得肯定 让我们的爱的循环 散的力量能够在我们的社会每个角落来散开来 协助更多需要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肯定 那么厌学也一起共襄盛举 南投国中的同学们与麻烦小天使们 一起在广场前进行义卖活动 许多路人经过都奉献爱心表达支持 县议员赖燕雪肯定南投国中同学 展现了记忆结合公益 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